好 这节我们讲一下模板和路由 但是这节只讲一部分 就是讲那个粉丝列表 我们要一步一步来 既然我们把数据关系建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取粉丝了 虽然说现在谁也没关注谁 就是说这个粉丝的数量是零 但是我们也把这个功能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我们在等到有了关注之后 我们回来验证 这就有了 我们看一下 先回顾模板和路由设计 这个图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见过 然后我们再去查看模板代码 最后把这个开发路由 把这个粉丝列表给它做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先把功能实现了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人有粉丝 我们关注的功能还没有做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功能实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在讲个人主页的时候讲过 对吧 你看这个路由就是个人主页 我们现在做的是个粉丝列表 然后我们做粉丝列表的时候 就在个人主页去做 然后粉丝列表的这个地方 没有像这样的API 它就是纯后端渲染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 把这个地方的模板看一下 然后把那个路由给它做一下 也就是说在这个个人主页的路由里面 给它做一下 把这个粉丝列表给它渲染出来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先去看看这个模板 模板呢 其实我们找到 看之前我们可以先把代码提交一下 因为这个两个代码好像还没有提交 显示不同的颜色 那OK 现在还在Master分支下面 我之前没有改分支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方法 叫GetStatch 我们先把这个改的东西呢 先给它暂时的藏起来 然后给它 Checkout-Future 就叫Fence吧 OK 然后再GetStatch Pop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就是我们之前改的那个数据模型的内容 对吧 OK 那我们把它提交上去 粉丝 数据模型 这样一个没问题 Future Fence Feture 不是Future OK 那提交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模板代码写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那个图呢 我们那个模板应该是放在个人主件里面的 是吧 像Views 找出Profile 好 看这个图 它应该是在个人信息下面 下面有一个粉丝列表 对吧 那我们找一下右侧 这个地方有个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下边之后呢 我们下面是空的 因为我们之前 做个人主页说过 这个粉丝列表和关注人列表 我们先不做 所以说下面是空的 那现在我们肯定不能让它空了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部分的代码给它考过来 就是这个 这句话 考过来之后我们说一下 OK 考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面引用的是什么呢 引用的VGIS里面有个Fence 比如说是一个组件 组件里面传的是什么呢 Count 也就是粉丝的数量 对吧 粉丝的数量放在什么地方呢 UterData.FenceData.Count UterData呢 就是我们之前 获取个人主页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不是It's Me 然后UterInfo 这两个大家都有印象吧 UterData 然后它 里面需要有一个FenceData 然后有个Count 然后还有一个粉丝列表 叫FenceData.List 好 再来保存一下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Fence 这个EGS组件 然后我们在VGIS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叫做Fence EGS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代码给它考过来 然后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主要逻辑呢 就是这个地方 第一个 粉丝的数量 粉丝的数量 这有个Count 那这个Count 其实就是从这传进来的 再往下是有个UterList ForEase是个循环 那UterList呢 也是从这个地方传进来的 那它就是一个数组 那接下来呢 我看Fence循环里面 每一个循环体啊 真的每个元素 都是一个链接 粉丝列表嘛 这肯定就是一个一个的人嘛 对吧 然后里面显示的是什么呢 显示的是这个粉丝 这个用户的图像 以及这个用户的昵称 然后还有这个一个 通向这个用户 个人主义的一个链接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显示一个用户名 然后前面加profile 就是通向他这个 个人主义的一个链接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循环 然后是基本的一些 变量的一些显示而已 OK 那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其实在做之前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count 假定的传个0 然后这个 UserList 假定的传个空字无串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组件 就应该能渲染了 只不过渲染的数据 没有而已 那我们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 视频和run TV看一下 然后 这里面 让我们登录 上三 好 个人空间里面 大家看 就右侧这个地方啊 就是粉丝 粉丝是0 对吧 然后下面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做完之后呢 也是这么一个效果 只不过我们这儿 是直接传的0 然后传的空走无串 我们这节做完之后呢 它其实也是个0啊 空走无串 因为它数据空里面 还没有数据 对吧 等有了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信息 这个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先关掉 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先把 这两句 我们临时写的 这个代码给它删掉 然后注释给它剪开 这是我们原有的代码 对吧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开始写啊 然后找到这个 profile的这个路由 路由 blog里面 应该有profile 好 就这个地方是吧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返回的是什么 blog data 有这么一些东西 yazord data 有这么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 user data是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需要返回的是一个 user data里面 再需要返回一个什么呢 再需要返回一个fence data 对吧 然后fence data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count 还有叫做list list是一个数组 OK 这就是我们需要返回的内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先暂时保存 然后回头我们再把这个信息 摆上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去获取粉丝 那我们在这写 获取粉丝 获取粉丝 第一步呢 我们肯定是要获取数据 对吧 那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逻辑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 敲转在这个controller里面去 把别的事情给它做起来 controller里面去做起来 然后controller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 首先要定位到 controller文件加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建一个文件 叫做user relation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路由 虽然说是个人主义的路由 对吧 但是这个粉丝的相关的逻辑 它并不是在个人主义里面的 它并不是属于个人主义里面的 它是属于这个用户关系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单独建一个 user relation的这个controller 所以说大家看 这个controller的文件和这个路由的文件 也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 对吧 它都是非模块划分的 分业务划分的 所以说我们建一个user relation.js 然后写下注释 表明一下它的身份 它呢就是 用户关系的这个controller OK 那作者 好 我们这儿呢 就需要建一个函数 一步的 sync 因为生意到数据户 所以都是一步的 getfence getfence呢 我们加一个user id 也就是说 获取当前用户的粉丝对吧 那 图示给写上 用户id 获取 根据user id 获取粉丝列表 OK 最后呢 我们这个函数 肯定是要返回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逻辑 直接去调用service 然后最终是返回 好 我们先暂时保存 然后我们在service里面 我看一下 service里面呢 也需要加一个user relation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数据表 已经有user relation 所以说 service service里面呢 基本上是和这个数据表 跟着走的 对吧 有blog 就说明是有一个blog表 然后有user呢 就有一个user的表 然后我们要建一个叫做user relation 就对应到数据关系这个表 用户关系 service OK 那这儿呢 我们要建一个函数 就是服务于这个getfines getfines 它是个业务的说法 就是我们获取粉丝 在service里面 它应该是怎么一个说法呢 我们考虑到一个数据的一个问题 它应该是一个 叫 getusers by follower 比如说 我们要获取粉丝 对吧 那获取粉丝就是说 我们要根据这个关注人去获取用户 获取用户信息 你粉丝嘛 粉丝不就是 谁关注了我 就是谁的粉丝吗 对吧 谁关注了我 就是我的粉丝 那这好办 那就根据我来获取就完了 比如说获取我的粉丝的话 那我就是这个followrd 我就说这个被关注人 那我是被关注人 谁关注我了 谁就是我的粉丝 所以说我们根据被关注人去获取 获取用户 去获取的就是这个用户的粉丝 这个逻辑应该没毛病 好 那我们 把注释写一下 被关注人的ID 然后获取关注该用户的 该用户的用户列表 有点奥 有点奥口 也就既是什么 既是该用户的粉丝 好 我们最后先把它输出一下 所以说这个service和这个controller这两层啊 每一层都用每一层的叫法 这层是更偏向eo的叫法 这层可是更偏向于数据的叫法 那我们就把这个函数再写一下 根据这个来获取用户 对吧 然后results 复制成wait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模型给引入进来 我们要引入什么呢 第一个要引入Uder 第二个要引入UderRedition OK 然后我们要获取的是用户对吧 那我就直接去Uder.find.countout 就直接先去获取用户 先备用户去走 然后attributes 我们需要的属性啊 一般的属性ID UderName Nikname Picture 我们就需要这几个属性 然后呢 Oder 既然它是个粉丝列表嘛 对吧 粉丝就有先后顺序嘛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 后关注的 就是最新关注的 也放在前面 一般是这样的顺序 然后这是获取用户的 对吧 不能光获取用户 我们还得去 根据这个follow 去获取用户 所以说我们就写个inclode 我们去连表去查询 连什么表呢 连的就是这个 模型 连的就是这个Uder.relation 这个模型 然后我们加一个var条件 var条件呢 就是follow.rd 比如说 我们开模型吧 Uder.relation里面 这个follow.rd 就根据它去查询 对吧 所以说var条件里面 我们就加上这个follow.rd 就行了 那值是什么呢 值就是这个 传用的follow.rd 这个参数 所以这个写法 其实就等于是 这个写法的一个简写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用简写的方式 去写就行了 那这里面呢 保存一下 这就是我们需要 做的一个查询 然后这个查询呢 是用Uder 就直接查询Uder 然后里面 include这个Uder.relation 这个呢 就跟我们 之前做那个 关联是有关系的 就在这里面 在这个 dbmodelindex里面 我们是用Uder.hasmany Uder.relation 之前说过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 Uder去查询 然后里面 include Uder.relation 就可以了 然后 where follow.rd 根据这个来查的话 应该是 相当于是 我们查出来的是什么 根据这个来查 查出来的应该是 我们想用这个东西 Uder.rd Uder.rd 应该关联到这个Uder上 所以说我们正好 我们这个关系呢 Hitmanet的关系呢 Foreign case Uder.rd 通过这个关系 能关联到用户的身上去 比如说 本来我们是想通过 就通过这个 relation这块来说的话 我们是想通过这个 follow.rd 去查询Uder.rd 顺便把Uder.rd 所在的用户信息 给查出来 对吧 那正好是 我们采用条件 也是这个flow.rd 我们想查出来的是 这个Uder.rd 然后正好呢 我们Uder.rd 又对应到这个Uder 通过外界对应到Uder上 就通过这个关联关系 所以说我们正好能 从这个地方 把所有的 所学的Uder 给它查出来 就这么一个逻辑 稍微转绕 那我们直接 往下看 好 这个find and countout 这个地方 我们再次说一下 就是results 第二 counter 它混血的应该是总数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然后还有个叫什么 叫ros ros是查询结果 就是书组 那好 那我们其实什么都 我们两个都需要 也需要总数 也是查询结果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也要通过Uder来查 查出来肯定是一个用户列表 那我们想要的也是一个用户列表 那我们就定一个UderList 复制成 results.ros.map map干嘛呢 每一行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 ros.dict values 给它拿出来 这个我们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对吧 然后呢 在UderList 复制成 我们要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一下 大家记得 这个什么是什么函数吧 就是这个formatUser 这个我们也用过 对吧 User我们要格式化一下 你应用进来 OK 好 格式化一下 在这 也说这块其实都是格式化 对吧 一块是把这些values 就是这个纯的数据给拿出来 一个是把这个 格式化一下用户的数据 这儿的格式化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把这个用户的 用户的头像给它加上 格式化 好 那最终返回的是什么呢 最终返回的应该是retrain 第一个是count 就是我们 我们之前看那个前端说过 它需要一个count 对吧 count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results 这是count 换一下行 然后还有一个UderList OK 保存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 根据这个 被关注的人获取用户 也就是获取他自己的粉丝 的这么一个过程 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台语条件 是被关注的人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三个人关注了我 那这个就是我的ID 对吧 通过我的ID 查出这个UderRelation 也就是说 我们查出了 关注我的 这三个人的用户信息 然后再通过UderRelation 和这个Uder的关系 就这个地方正好 应用到这个关系 因为是他从Uder开始查的 正好应用到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呢 是通过UderID 去做的对应 所以说正好 我们这个地方 查出来的这个 根据followID 查出来的UderID 就是谁关注我 然后通过这个关系 再对应到这个Uder上 比如说对应到 我们之前这个Uder 这个查语条件上 就能查出来 谁关注我 并且把这个人的UderName NicName Picture等ID 这些给它查出来 最主要的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梳理 最主要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梳理 这会儿如果大家还是不明白呢 那大家可以在右侧给我提问 我可以在单独的问题解答 OK 那这个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考下来 然后填翻吧 没用的我们先关一下 我先翻 那我们到Controller里面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引进来 getUserSpyFollower 好 service里面 UderRelation 好 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直接去执行就行了 我为此去执行 执行的时候需要传入什么呢 我们还得再打开一次 需要传入这个FollowRD FollowRD是谁呢 那就是UderRD 比如说你想获取UderRD的粉丝 那你把UderRD当作一个FollowRD给它传进去 这个逻辑应该明白 然后它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 Count和UderList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 定一个 Count和UderList去接收 这个没问题 好 完成之后我们就直接 返回就行了 返回呢 Controller里面肯定要统一返回格式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 6月的那个 SuccessModel那一套了 我们可以直接从其他的Controller 里面去考过来 好 SuccessModel 就是Return NewSuccessModel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返回的数据呢 其实还是这个 Count和UderList 为什么呢 因为前端 就需要这两个 我们一开始讲 就讲 就需要这两个 OK GetFace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再往前来 到这个 Blog.js 这个路由里面来 我们就把它直接引过来就行了 好 GetFace From Require这个 Controller UderRelation 这里面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可以去 从这儿获取 从这儿获取呢 我们看一下 也是OA GetFace GetFace 我们需要穿的参数是什么呢 是UserRD 也就是说 要获取谁的粉丝 那到底是谁的粉丝呢 我们看一下之前的代码 我们应该是获取谁的粉丝呢 我们应该是获取这个 CurrentUser的粉丝 不管它是当前登录用户 还是说 不是当前登录用户 它都是这个的粉丝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复制一下 他 点 ID 比如说 我们要获取这个人的粉丝 这个人可能是我们自己 也可能是其他人 因为我们访问的 可能是其他人的个人主角 反正我总之 复制的是这个粉丝 然后 这个粉丝呢 我们就可以 Face Result 给他复制一下 好 FaceResult来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FaceResult 点Data 因为这个Controller里面 返回的是一个 New Sixth Sense Model 对吧 和数据都在Data里面 那我们可以通过 点Data来获取 我们需要的这个 Count和这个UderList 但是Count的UderList 这个参数已经出名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简单改一下 Count比如说叫FaceCount UderList 比如说叫 FaceList 或者说我们干脆 这个Controller里面返回的 就叫FaceList 本身这个Controller 它也是一个业务属性的 对吧 我们叫FaceList 也可以 OK 如果这个地方叫FaceList的话 Controller里面返回的FaceList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 直接就叫FaceList 就可以了 Count呢 我们就 直接命名FaceCount 这个地方直接改成了 这个FaceCount也可以 都行吧 这个随你自己吧 那我这个地方 就是为了演示这个 解构之后 可以重新复制的 这个能力呢 我们这就不改了 通过这种方式呢 从解构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复制 给另外一个变量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这样写 所以我们就 这两个形式 我们都带着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返回这个FaceData 对吧 那我们看前段 FaceData需要一个 叫做Count和UderList 那我们就正好是 Count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FaceCount 对吧 然后UderLi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这儿这个FaceList OK保存一下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到前段来了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好没问题 我们刷新约件链 好保存了 再看一下 他说这个 in columnusers.dsc order什么 order clause 也就是说 这里面你看 一看这个dsc 一看column 应该是和数据库 有关的 对吧 那我们就找一下 我们的service里面 是不是定义的有问题 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 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数组 所以说我是写错了 因为这个格式呢 我们之前演示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这儿就不再演示了 它是一个数组 id是一列 然后dsc是那个逆序 好保存一下 反正我这儿需要演示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通过 我们这个error信息 去精准的定位到 我们想的错误 一般是通过看出的关键字 像column 像dsc这些关键字 一看它就是数据库里面 相关的东西 然后重启了 重启了之后我们再刷新 那么还是有错误 没关系 我们慢慢看 它报道前段错误 然后for each 我按里find的 也就是说 你看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find Egs里面有一个userList for each userList我们是个数组 对吧 然后for each 也就是说 它提示userList 这个地方是一个 andifind的 并不是一个数组 那我们就往前找一下 应该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我们 这个地方要返回的是 userData.List 所以说 不是这个userList 是List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不好意思 是一个疏忽 就是 我这个地方 cant和userList 对应的是这两个 应该是不对的 这两个应该是 给这个fans里面 提供的两个key 那其实我们这个fans Data需要的是什么 cant和list 所以说 它会报这个错误 userList 是andifind的这个错误 那根据这个错误信息 我们就能 猜到这个list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自己经理的查找去找到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是返回的 是一个什么 一个list就没问题了 应该 好 重启了之后 我们再刷新 OK 买出来了 对吧 没有报错出来了 那两个报错呢 大家可以 就是参考我刚才说的 那几个通过 报错信息 能精准查到 这个错误原因的 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这个点 返回的粉丝是0 然后列表是空 这个是否计我们预期的 因为我们数据 会有限的 什么都没有 那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会 再去做关注的功能 做完关注的功能之后 这儿这个块 立马就有了 那最主要的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路由里面还好 然后ktro里面还好 最主要就是这个 service里面 我们说过 这个查询的过程 大家要理解 就是我们通过 followerd去查 然后对应到 这个user这个信息上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user这个信息呢 给它做一个返回 OK 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代码 再重新提交一下 这块代码 写的挺多 选择内补一下 OK 看着没什么问题 filter 我们叫 开发粉丝列表 好 pose一下 那这节呢 就完成 那我们下一节呢 我们再去做那个 关注和取消关注 那两个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